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名总的这个部分 那不管你是考哪一个考科 甚至有可能两个都报 因为很多方间的补习班 或是一些上榜心得文书 其实他们考科蛮像的 你可以边报斯特我们 然后边考我们的高考 边考我们的高考 然后刚好就是7月8月两个 也不需要法律系的资格 那都可能 那各位同学 有可能你本身是法律系的学生 但是更有可能是 你不是我们法律系的学生 所以你选择考 我们的司法四等考试 或者是一般行政 一般民政的三等考试 要考我们的明法 所以我先推定各位同学 可能你还没有好好的读完明法 你是第一次接触我们的明法 所以说我会尽量用比较百话的文字 举比较多的例子 来帮各位同学上课 那这是我们明法的第一堂课 那不免俗的 我们还是要做一个 我们的课程的介绍 以及各位同学最关心的 如果我是初次学习这个法律科目 到底应该怎么读书 怎么准备这个考试 以及怎么去准备我们的题目的撰写等等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会在今天这场课上 一一跟大家去做个说明 那在考试的技巧 就是你题目要怎么写的话 基本上我们在第二堂课 再帮大家去做个说明 那理由是因为如果各位同学 我推进你们 就是假设各位同学 还没有学过明法的话 现在带大家看题目 然后去写一个明法的题目 其实没有什么实意 因为你们还是不太会 所以当我们遇到了一个具体的争议 我们先学了一些基础的基本概念之后 我们再帮大家去做一个示范 一个演练 告诉大家说要怎么去写题目 我认为说实力是比较高的 所以今天 各位同学可以就是放轻松心同听 基本上今天的目的就是两个 第一个我会去做一个明法的 你要看 告诉我们可能第一次接触明法的同学 我们明法这几堂课 可能是十一十二堂的明法总则 有可能是我们三十堂的一个明法的 整体的一个概要性的课程 他到底要学会什么 那学了之后除了考试 这种功利性的目的之外 他可能会对你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了解法律 了解权利的保护 会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这种明法的鸟看之外 我们还会讲到 到底要怎么去准备这一个法科 这一个特殊的学科在考试上面 你读书可能要怎样去做一个安排 怎么样做个规划 好 那我们就先来从明法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来看 好 我知道我们的联心老师他有先开课 所以各位同学应该已经听了联心老师的刑法 那联心老师的刑法或者是行政法的课程 他们都是在讲什么 在讲一个公法的关系 也就是说今天呢 如果是一个行政法就在讲国家的高权 行政机关跟人民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的刑法也是我们的公法 也就是说他讲的是你今天做了什么样的坏事 你可能把人砍到变重伤 把人砍死 或者是你想要颠覆国家 颠覆我们的台湾中华民国 这个时候国家的公权利把你抓去关 或是处罚你的规定 所以说其实公法都是讲国家跟人民之间的关系 但是相对的你们可能各位第一次接触到我们所谓的私法 民法就是最典型的私法 它规范的不是国家跟人民之间的关系 它不是把你抓去关 它不是科与你行政处分 它处理的是私人跟私人之间的关系 那私人跟私人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基本上我们认为说私人跟私人间 可能会发生很多的 我们的司法上面的关系 我们统称这种法律关系叫做权利义务关系 所以总体来说开中民意陈寅老师要告诉你的是 我们今天在学民法这三十堂课 我们就要讲是私人跟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权利义务关系 是民法整个想要去规范的 私人跟私人之间的关系 那私人跟私人间的关系 基本上你可以想到什么 今天呢 你今天走去楼下的Seven去买一个Seven的便当 私人跟私人之间可能产生一个买卖的关系 那买卖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它是一个你要支付我们的 比如说70块的一个金钱 这个我们称为价金 价金 就是我们的一个买卖契约当事人 我们买的那个人 我们称为买售人 他要支付的一定的金钱 就是70块的便当的价金 支付价金 它就是一个价金的移转 这是什么 小七的店员小四的店员会把什么 会把你的那个奋起乎便当呢 把它蒸了之后拿给你 那一手交货 一手交货也就是买卖契约 我们的契约的标地物 标地物 标地物的意思就是买卖契约你所要买的东西啦 他会把它移转给你 你会发现这发生了一个财产上面的一个变动 你的钱上司了 你的钱变成了你喜欢的东西的样子 你买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明法跟明法上的一个私人的关系 首推什么 我们财产上的关系 除了这种财产上的关系之外呢 我们的明法也规范了另外一种私人跟私间可能发生的关系 是什么呢 今天各位同学你跟你的男友心心相应 所以你们约定去护证机关登记结婚 你们之间发生了一个法律的关系 一个关系 可是关系并不是财产上的变动 而是什么 你们从两个陌生的人变成了一对夫妻 形成我们的夫妻的身份的法律关系 那这个我们称为 可能是我们私人跟私人之间 除了财产上的关系 也可能缔结我们的身份上的一个关系 比如说结婚等等 所以其实明法在规范私人跟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 马上可以划分成两种类型 第一个我们想要规范私人跟私人之间的财产关系 第二个私人跟私人之间的那个身份关系 所以明示法御啊各位同学可以帮我先翻到我们的讲义 讲义的定一页 我们的明示法御其实它处理了两种关系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明示的财产法 跟我们的明示身份法 可以分成这两个内容 那我国明示法在编制上面呢 一页明示法点它有五个边 五个边 前三边我们统称为是一个财产法 包含总则 再编 跟物权边 主要规制的是主要规范的是我们的人跟人之间的财产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那后两边我们称为亲属边跟继承边 继承边 这两个东西主要是规范我们的身份上面的一个权利义务的关系 所以你们可以把我们的明法跟你们已经稍稍学过的刑法去做个比较 刑法它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刑法总则 第二个是刑法的分则 规范各种的罪 那我们的明法呢 基本上可以分成明示的财产法跟明示的身份法 它是一个五边制的一个规范 基本上我们在大学学习明法的时候 我们都是先学总则 然后再学我们的债编跟物权这个财产法 到我们的大二的时候 再上我们的亲属跟继承这个身份法 它两个是可以独立分开来去上的 只是呢 各位同学如果考的是司法四等的话 明法该要一科 他考的是我们的整部的明法 包含明示的财产法跟明示的身份法 如果你只考我们的高考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不用在意 我们亲属篇跟继承篇有关的内容 我们不会考到身份上的关系 那你跟我说是不是 老师我只要读总则的条文就好了 很抱歉不好意思 今天总则的意思是什么呢 总则的意思是跟你的行总一样 我们把各种后面会讨论的东西 一个共通的要件 共通的事项先拉来 我们总则去做一个规定 所以总则呢 其实他在讨论的东西 跟后面的也会沾到一点点的边 所以如果你是考高考的同学 在我的课程里面 民众的课程里面 会特别跟大家提醒说 特别跟大家提醒说 这个虽然是高考只考民众的同学 但是后面的哪一些法条 你必须要记忆 必须要知道说 他到底讲的是什么 为什么 很简单 你们的考卷 你们的题目 就是会考 总则的话 基本上他规定的一些民法的共通的事项 我们一一来看一下说 这几边里面分别在讲什么东西 总则 那这个一般的共通事项 因为我们的民法超德国法 这五边制 从我们的总则到个别的具体的关系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总则一定是最上位的 而且最为抽象的 所以各位同学考民总的话 你们幸运也不幸 幸运的点是 你们学会民总 你们可以把这个民法的核心好好的学完 不幸的是 其实民总啊 它是一个民法上最为抽象的一边 最为抽象的一边 所以当学我们的民众的同学 如果你自己去看一些教科书 比如说汪老师的民法总则 陈老师 陈通老师的民法总则 其实你会觉得有点困难 这点不光是你们 法律系大一的学生去学的时候 也觉得非常的困难 因为他比较抽象 他比较抽象 所以今天在这三十堂的课程 或者是你们是一个 民总十一十堂的课程里面 我会特别帮大家去做一些介绍跟解释 利用一些比较白话的方式 来帮大家去做介绍 那总则基本上它规范的是一般的共同事项 那我要在这边先帮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整理 各位同学如果你是考高考 一般行政一般民政的同学请注意 你们的民法总则 基本上我看了近十几年的考题 四十年不管是我们的蒂特 或是我们的高考 他最爱考的就叫做 两个 第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保护 第二个 代理 好 那各位同学 你马上看到这两个东西 可能就雾沙沙 这到底是什么啊 好 这个我们等一下要一一 我们在讲课一一跟大家说明 只是你在第一堂课先帮我记得 他最爱考的 基本上 每两三年就会考一次 就是限制行为能力的保护 跟我们的代理 跟我们的代理 好 那我们先来继续看一下这五篇的一个规范 那这一篇呢 基本上我们规范的是 规范的是我们的债的关系 好 什么是债的关系呢 也就是 谁可以向谁去依照我们的债去做祈求的关系 好 什么意思 各位同学 我们刚刚讲了一个简单的买卖契约的例子 你今天呢 你就叫做摩甲 好 你去跟我们的小七的店员说什么 我要买一个便当 你们之间成立了一个买卖的契约 成立了一个买卖的契约 你想要买 小七员工想要卖 这个买卖契约就叫做我们的债之关系 好 什么叫做债之关系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基于这个买卖契约你是想买的人 他是卖的人 他是卖的人 我们把它称为买售人 也就是想买的人 好 那我们要把 已称为出卖人 出卖人 也就是卖的人 当我们缔结了一个买卖契约 买卖契约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哎 你就可以像我们的乙说什么 请你给我便当啊 那乙可以像甲主张什么 哦 乙就可以像甲主张说 那你要给我浅钱七十块钱啊 好 请求欠钱 那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基于这个债之关系 我们的甲取得了一个权利 什么权利 他可以合法的像乙说 你给我便当 乙也取得了一个权利 他可以合法的像甲说 给我浅钱 这种东西我们就把它称为债权 好 债权 好 那我们先看下面的请求便当这个债权 甲可以对乙去主张请求便当 他有一个债权 那相对的 我把它写在这边 乙就附有一个义务 什么 他要把便当移赚给我们的甲 甲给给我们的买寿人甲的一个义务 真好 丁之后就要给我们的买寿人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乙有个义务存在 那这个义务我们就称为债务 所谓的债质关系就是会发生这种 所谓债权跟债务的关系 债权跟债务的关系 这是我们在债篇会讨论的 什么时候会构成一个债质关系 谁是我们享有债权的人 我们称为债权人 债权人 谁是我们负担债务的人 就是这个E 我们称为债务人 负担债务叫做债务人 所以债编基本上我们规范的 规范的一个方法 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叫做我们的债编的通则 这个债编的通则 我们通常把它称为债总 通则原则上就是规定有关债的一般性的事物 才要通则 通则的部分就是规定一般的 一般的一个债之关系的规定 一般债之关系的规定 比如说债权债务是如何发生的 契约如何成立等等 所以你学完债总之后 你就会知道 你跟人必定立契约的时候 别人定立契约的时候 什么时候契约会成立生肖 以及今天如果你定日的买卖契约 对方怎样 不挤不嫁金 那时候你可以做什么 这个买售人你快点给我钱啊 那你不给我钱的话 我想要解除契约 解除我们已经发生的契约 这个契约的解除 会让我们的债之关系消灭 所以基本上它告诉我们是 债之关系它如何成立如何消灭的部分 那讲完我们的债篇的通则 这个债总之后 我们的立法者 他规定了我们的各种之债 各种之债 现在有点抽象没有关系 只是简单帮大家解释 有个基本的印象就好了 那种各种之债 一样很难念 所以说我们法律系的人啊 法律人把它称为债客 那各种之债呢 就是约定说 在具体的一些契约的类型中 比如说买卖 买卖契约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 租赁租赁契约之间的权利义务 那我们借贷之间的一个权利义务等等 所以各种之债呢 是我们的一般债之关系的规定以外 关于特殊的一些我们的债 特殊的契约所为的规定 所以各种之债 这个债各 我们要学的是个别契约的规定 好 这个是债的部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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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